最近很多大卫翻车 如果他们卖假冒伪略商品翻车 那都是正常的 没想到董允辉因为说错了几个科普知识点 被很多人骂 哎呀我真的感觉 董允辉都快撑不住了 这么骂下去他还能承受得了吗 会不会马上就退出了呀 如果说一个人说错话 能够遭到这么多人的责骂 真的是这个人都没法拨下去了 说错话是很正常的现象 直播好多个小时说了很多话 说错的话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尤其是他是文科出身 不是理科出身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知识盲区的 他并不是神 他是一个人啊 没有一个人是四库百合全书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 居里夫人没有发现尤 而是发现了雷 也没有创造X光机 也没有错得诺表文学奖 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他当场就已经承认错误了 为什么有些人还是掐头去尾 就抓着他犯错误那一个点不放呢 这不是故意黑他吗 还有人说他在读书的时候 女善观金这个观子说错了 还有人说他在朗诵诗歌的时候 那个表达的也不好 采访著名的作家的时候 就感觉他不是真正的有学问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抓了董雨晖 小小的错误不放呢 这些人之前啊 把他推成神了 把他当作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是一个文化人 但是现在踩他的人 黑他的人也是这帮人 实际上啊 董雨晖他自己是没有变的 他仍然是和原来一样谦虚低调 董雨晖是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 他只是想通过自己小小的能力 小小的流量来为社会做出点贡献而已 你看这一年他做的事情 全国各地到处跑 把各个地方的好东西都给大家呈现 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而且我没有看到他高调的标榜自己是文化人 非常的低调 这就是人性啊 之前董雨晖面对困难处于低谷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丈母娘支持他 无脑的下单啊 价格囤了一年的吃的 现在呢 董雨晖处于人生的巅峰了 很多人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 就抓了他那么点小问题就不放了 很多人都是随波逐流的 当你好的时候 大家都来捧你重心捧月 你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来踩你 落井下石 我们人呢 不管别人对你什么评价 你就做好你自己 不要管外界的声音 董雨晖现在真的是要坚强起来 不要管别人对你怎么批评 就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管董雨晖犯多少这种小错误 我们都要宽容 因为他是在用自己的力量 来传播科学家的信息 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家的故事 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科学 总比那些娱乐八卦 比那些什么匪文强多了吧 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为我们祖国两代一星 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故事 有多少人知道 为我们祖国四个现代化 鞠躬尽罪 死而后遗的那些阴影的故事 是不是凤毛玲角 而我们周围充实了大量的娱乐八卦 那些绯闻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像 独以辉这样的知识类的博主 但是这种博主 像我这种谈论科学知识 谈论新闻信息的 根本就没有多少流量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拍一些 娱乐八卦日常 家常里短那些事 有多少人知道 发现雷的玛丽居里夫人 她的女儿伊雷娜居里夫人 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并且在伊雷娜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面 她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生 钱三强 就是我们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 当时钱三强在法国 实验室里面工作 待遇特别的好 实验也做的好 但是毅然决然要回到祖国 回来之前 伊雷娜居里夫人给她了 一小量的雷 钱三强就用着这个雷 回国来做了很重要的 我们原子弹的前期实验 点个关注 带大家了解美国 认识世界 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